一朵朵鲜红的洛神花随风摇曳 原本在九月底这个时候 金峰香有红宝石之称的洛神花 应该就是像这样子满山遍野 盛开着等待采收 不过受到今年气候的影响 让花旗真正晚了一个月 七八月份开始因为一直干旱 再来就是有遇到焚风 所以我们的洛神花田的那个 整个就有一些的虫害 之后又遇到这个凤凰台风 那夜场它是比较习性在 那个比较感旱的地方 凤凰台风过后年日的大雨 后来也让这些夜场 也有一些的减少 透过这个农业改良场里 部研究研 它给我们的指导 就是只要喷洒一些水量 适当的水分 可以减少这个夜场的虫害 那因为目前正在开花期 然后再有一些新的枝叶出来 那可能产量会稍微减少 产量会减少的话 我想应该不影响我们的品质 那我们也大部分都 我们这边的农户都是使用这个 有机作物 那即便没有用有机作物 都是就是都没有在喷杀一些药剂 目前洛神花田只能看见小小的花苞 慢慢的开花 不过虽然受到气候的影响 产量似乎有一些减少 但金风香当地的花农和产销班人员 依然把关洛神花的品质 有信心在今年的花季提供最好的红宝石给大家 东台新闻真会如林婉珍金风香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